香港記者扮成遊客 在航空公司櫃台假裝查詢機位 一離開櫃台就有大媽上前兜售機票 但當記者說不想買票了 大媽開始糾纏 大媽為了博取記者信任拿出名片 記者按名片上的地址電話查詢 發現公司沒有註冊 門市也沒有人 記者因此表明身分 大媽立刻閃躲 香港媒體報導 機場大約有六七個大媽 都售當天機票 不知道機票真假 提醒旅客不要上當 記者戴綠綜合報導